大家好,我是FashionBoard 今天想要夾一个明明 买了一个很好看的帽子 然后你细细也长得不错 摆起来就是怪怪的事情 当然啦 你带没搞清楚自己的脸型 今天找到三种注意common的脸 给你做传达示范 第一种脸 叫pizza的脸 这种脸非常适合戴帽子 选对帽子是电视人 选错就会变成科学怪人 所以帽子的形状要圆 质地要软 帽子的高度和你的额头 必须要吻合 才不会有一种科学怪人的feel 让我们非常适合做hiphop的打扮 snap bag 戴在头上就是swag 竟然很火的棒球帽 带了颜值爆表 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附近的文具店 买个3块9的架子来夹帽子 走在街上人家会真的以为是GD哦 第二种脸 Potato脸 他们通常长得比较萌比较可爱 基本上头和脸的轮廓都是比较圆 就是比较圆哦 所以帽子的shape很重要 要够高 够防 要够硬 脸型的比例差会更好看 更加立体 千万不要戴一种软软的帽子 头一看起来很圆 别人会以为你要去开档 它就比较适合羊缸位的造型 要main一点 所以Rin最爱的军人帽呢 放在它头上就会看起来更捏 然后头的形状还会更美 如果你要走hipster的路线呢 戴snap bag就对了 然后再加个滑板就win了 但是前提是你要挥啦 最后面包也 整体是一条面包的血罗 这种脸非常依赖头顶上的东西 所以每一set头千万不要戴帽子 因为你只会看起来像个流浪汉 帽子的shape要够特出 才会让你的脸看起来小 配个bini 或者是mike jackson的fondora hat 都非常适合它 走路会有风的哦 戴着帽子的concept就是要告诉全部人 你走的是人行道 我走的是星光大道 看到这边你应该明白到 戴帽子的concept就像女生化妆 他只是会告诉你他画了眉毛而已 不要傻啦 大法都可以注意好不好 所以说 没有黄金比例的脸没关系 这样穿就对了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